22号据韩国交易所透露 YG的卖空余额最近超过110万股 达到自2011年上市以来的最大规模 YG股价从今年1月开始连续5个月走软 目前YG娱乐公司股价相比年初最高点暴跌32.3% 接近1万亿韩元的市值总额也缩减到6200亿韩元 参观人士指出目前还无法估计胜利事件 后续会对YG的业绩造成多大的影响 另外最近还出现了大学庆典抵制YG歌手的情况 写双加双的是YG公开了让人冲击的第一季度业绩 市场方面大失所望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